香港全面通關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V家頻道 2023年2月6日 所有口岸不設人數限制 無需預約 並取消出入境前的核酸檢測要求 只需填寫健康申報 內地與香港人員正常往來 正式全面恢復 包括黃光口岸、羅湖口岸、連堂口岸 現在跟著鏡頭一起去了解一下 羅湖以及連堂口岸的最新情況 目前羅湖口岸出入境的人流較多 很多過關的遊客表示 三年時間恢復通關心情很激動 家人朋友得以團聚 工作出差將更變節 就連近論羅湖口岸的羅湖商業城 都增加了不少人氣 而連堂口岸這邊 多數為旅遊團遊客 整個過關過程都順暢 並且非常方便 不用核酸報告也不用預約 相比羅湖口岸 連堂口岸的出境人流就較少了 據了解 自至6號中午12點 共約8.30名旅客 使用過6路口岸過關 其中8成都是香港人 北上人流之中 最多人使用羅湖口岸過境 人數達到1.4萬人 其次為落馬洲支線福田口岸 約1萬人 至於連堂鄉原圍口岸 則有1400人北上 疫情三年 今次內地與港澳全面通關 給兩地人員往來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生活旅遊 工作出差 上班通勤 都回歸了三年前的折走 各位觀眾 快點來感受一下內地的變化吧 內地的 horror